第五百五十四集 一条 两条 三条 看着张凡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连续数条蛟龙多滴精血 不停地抛入到漩涡之中 然后那漩涡又如永无止境地吞噬着 消化着 龙富海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我说老弟啊 这蛟龙应该够数了吧 你数清楚了吗 龙富海前进两步 站在张凡的身边 仿佛很忐忑地问道 看他那模样 好像生怕张凡不够数 就要把他也扔进去一半 哈哈哈哈 自然是够了 张凡长笑而起说道 话音刚落 所有的蛟龙 所有的精血 彻底地融会于漩涡之中 仿佛达到了某种平衡 九火炎龙珠 悬浮在漩涡的中心处 不上不下 再也不动 哈哈哈哈 那就好 那就好 龙富海尝出了一口气 望向坛中 只见得 九火炎龙珠之上 那点精脆的赤红 似乎有扩大的样子 更有一股陌生的气息 缓缓地迷散了开来 这就是那位苦老 老龙能感受到 张凡自然也不会没有 神色一动 心知全无差错 已然进行到关键的地方 苦道人的神魂 也被彻底地唤醒了过来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 若按照他本来的想法 到得了这一步 也就是可以凝聚身体的时候 不过 有了龙富海的相助 那就不同了 张凡在长身力气的同时 一只手掌高举 掌心处拖着的 乃是一团鹅蛋大小的 呈七彩光滑 又以赤红为主的光团 天龙残魂 龙魂 在龙魂浮现的同时 龙富海盘膝坐于张凡的身边 口中念念有词 似是龙吟 又如天音 环绕不绝 回响于画龙潭之内 这边是将龙魂融入到 天龙转生术的手段 张凡也能完成 不过毕竟时日尚短 不够熟练 还是让龙富海亲自来做更好 哼 伴随着天龙之音 还有张凡的灵力灌注 龙魂轰然散开 化作亿万个光点 多成火般的赤红之色 如圈鸟归零一般 汹涌而入 漩涡之中 汇于酒火炎龙珠之上 成了 张凡的脸上呈现出一抹狂喜之色 吐气开声 双手虚空推出 砰 画龙潭中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漩涡激流飞速 快了百倍不止 但见四面下降 忠心吐出 就好像那漩涡 要把什么东西 从画龙潭中拖出来一般 到得了这个地步 只能看最后的结果了 张凡尝出了一口气 坐在了龙富海的身边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的变化 这一坐便是一个月 第一个十天 画龙潭中 渐渐凝聚出了一个紫色的实体 或成人形 或为龙状 变化不定 旋之又旋 第二个十天 形体渐渐地稳固 退去了紫色 渐成赤红 依稀可见轮廓 画龙潭的上空之处 时时回荡着浩瀚天鹰一般的声音 时而龙吟大泽 时而人生大业长效 尽脱翻离的肆意和畅快之感 第三个十天 激荡的画龙潭水 渐渐地平息下来 只有中心处重新朦胧 无量的潭水将其包裹着 拖出了水面 在这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张凡与龙富海 翘首以盼之时 一声轰鸣 由最下方的画龙潭水处爆发 冲天而起 其上无量的湖水 也为之沸腾 轰 轰鸣声中 大荒岛上一道粗大的水柱 冲天而起 它成功了 紫湖盼 稀弱的眼中 现出迷离之色 喃喃说道 成功了 龙富海 也是面露激动之色 望向画龙潭上空处 那个油游子包裹在水汽中的身影 苦老 欢迎你回来 无限的激荡 最终化作了一抹微笑 张凡缓缓起身 笑着 迎了上来 浮龙者能大能小 能生能瘾 藤云驾雾藏于戒子 无所不能 此时出现在张凡面前的 便是一番蛟龙出水 神龙起路 藤云驾雾的雄姿 深邃的紫色画龙潭的上空 一团红云浓烈 恍若无量夜火 在云中 汹汹的燃烧 偶然可见 龙手龙尾划过 矫健身姿 充满了力量和美感 哎 不知什么时候 老龙我 也能有这样的龙蛆啊 龙富海 站在张凡的身边 望着上空 神龙的姿态 叹息出声 龙珠是酒火炎龙珠 乃是太古炎龙的龙珠 龙魂以我观之 也是火属一脉的天龙作流 这二者合一 虽称此神龙啊 这龙富海 也不等张凡回答 也没有听答案的意思 继续说道 炎龙 张凡点了点头 随即忽然眼睛睁得老大 不敢相信眼前所见一般 此时 上方火烧云塌陷 收龙会于中心处 现出了一个人形 先前的炎龙 想来便是加入了龙魂之后 天龙转生术的变化 天赋神通 画龙术了 现在出现的 才是真正人的模样 人类的躯壳 可就是这人类躯体 让张凡看得目瞪口呆 粉雕欲灼 皮肤白皙 而有光泽 高不过五尺 当然不会是女人 而是一个小孩的样子 钟其亮 也就是十二三岁的孩子 即便说不足十岁 也有人相信 不会吧 张凡用手抚额头 有点头疼 各种应有 在见得这副童子样貌的时候 他也反应了过来 过犹不及啊 他这次为了报答苦道人 这天龙转生术的材料 可以说是用到了极致 也正是因为这样 导致躯体之内蕴含的龙力 实在是太过强横了 换句话说 是先天太强了 这样一来 固然在画龙之时 威能强大 能够真正发挥出神龙的可怕 可是在正常情况下 却是由于人类之身 无法承担这样的力量 而显得如同孩童一般 想要长大 可以 怕是得等苦道人 修炼到一定的地步 再把那庞大的力量 彻底地容纳 才有可能变大 想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苦道人都要在自己的身边 用孩童的模样出现 张凡就忍不住想笑 恰在这个时候 云雾散去 火云红霞 绘成了一套红色的衣衫壁体 脖子上挂着七枚晶莹的珠子 苦道人带着重生的无限喜悦 当然 也有无法掩饰的小郁们 晦气无比地走了出来 苦老 你现在的模样很是 张凡真捉了一下 才想到一个合适的说法 很是可爱啊 说完再也忍耐不住 放声大笑了起来 现在的苦道人 就好像是神话传说中的哪吒 那个红孩儿一般 实在是够粉雕玉琢的 可爱的一塌糊涂 小子 你笑够了没有啊 苦道人走了过来 没好气地说道 苦道人的声音 还是原来的调子 和这身体配合起来 愈发地显得搞怪啊 许是数万年的痛苦 终于波云渐日了 重获了身躯 他也难得有好心情 竟是不与张凡计较 转而踮起了脚 拍着龙福海的肩膀说 小泥酒 你不错呀 日后有什么不懂的 尽管来请教 老头子会指点你的 粉雕玉琢的样貌 老气横秋的语气 这真是绝配啊 与张凡不同 龙福海可不是人 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 妖兽出身 对人类躯体的样貌 本就不放在心上 他可一直惦记着 苦道人那副真龙身姿呢 自然不会有张凡那样 古怪的反应 反而是毕恭毕敬的行礼 小焦见过苦老 还要请苦老您多多指教啊 张凡可是跟他提起过 苦道人的身份 几万年前的顶级强者 这是什么概念呢 龙福海可是清楚得很 对苦道人语气 一点意见都没有 看他那毕恭毕敬的样子 苦道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回过身来 小脚一抬 踢在张凡的腿上 没好气地说 小子 韩笑 笑够了 给我走人 弄点好酒好肉 老头子我 好几年没吃了 馋死我了 哎呀 爽 太爽了 哎 几万年前的份 都不回来了 张凡庄园里的那处厅堂 一片碑盘狼藉 食物残渣满地酒壶 洒落的酒水堆满一地 此时的厅堂之上 只有张凡 希若 还有重生之后的苦道人 苦道人这会盘膝坐在椅子上 大口大口吃了足足七八个时辰 这才念念不舍地放了下来 拍着肚皮一脸的满足 苍老的声音 稚嫩的外表 再加上老气横丘的语气 饿死鬼偷胎的吃相 等等这些怪相 在这小一天的光景里 张凡终于慢慢地习惯了下来 此时龙富海 丽鹏等人 都已经告辞离去了 也就剩下他们三人 叙叙别情 希若一直面露笑意 一边听着 一边打扫厅堂 并没有让下人 前来打扰的意思 袁天心那词 你这事处理得好 非如此 不足以解心头之恨呢 就是那个恨地 九连环神通 你得记得给它炸出来 那可是个好东西啊 还有还有 冯海的处理 很正确啊小子 你要是去那个什么 鸟毛猿鹰大会 估计就危险哦 边吃边喝的功夫 张凡已经把苦道人沉睡 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详细地述说了一遍 两个人正在讨论着呢 是啊 苦老 本来我想去的 可是一直觉得怪怪的 索性就求闻吧 毕竟那个时候啊 苦老你还没附生呢 防止夜长梦多罢了 张凡微笑着说道 在他并不会聚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苦道人的附生 却是刻不容缓 要是再耽搁下去 或许便会出现什么变故 那样的话真是悔之晚已 现在尘埃落定 才有心情想这些事情 多亏了你小子 老头子我才重现天日 小就小点呗 过个百八十年 一身修为也就回来了 到时候就能变回原来的我 苦道人笑眯眯地说道 当年与张凡所定的约定 不过是病急乱投医而已 即便是他也没有想到 昔日的筑基修士 真的成为天下顶级高手的那一天 甚至能够帮自己完成 玄傲无比的天龙转生术 这个结果已经是想都想不到的 苦老 你满意就好啊 张凡也松了一口气 这么多年相处下来 苦道人对他来说 一师一友 这般作为 却不仅仅是为了昔日的承诺 对了 你方才说 先天一气大地原胎 已经到手了 此行还有寻找大地胎衣的意思 苦道人沉眼了一下 忽然开口说道 不错 据说这件胎衣在海外 不过没有进一步的线索 满天下乱找是不可能的 先放一放吧 张凡说完 把杯中之酒一口饮下 叹息出声 那东西是在海外 没错呀 苦道人点了点头 回忆了一下说道 当年后土宗一代天才 大地胎衣的执掌者 公孙芳 就是平依此物 一路杀出九州地界 最终在海外修仙界 销声匿迹的 销声匿迹 张凡神色一动 注意到了他的用词 这点可与主九霄所说的 与海外化神争斗好消失 完全是两个意思呀 嘿 小子 你该不会以为 他会陨落在海外化神的手上吧 张凡的想法 苦道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嗤之以鼻地说道 小子 你是不知道 公孙芳当年有多强大呀 嘿 他会轻易地 陨落别人之手 怎么可能啊 昔日正是后土宗 最为鼎盛之时 大地胎衣 与先天一气 大地元胎 结在其掌握之中 分成南北两宗 显赫一时啊 地位相当于 今日的法相宗 至于秦州吧 哼 后来两宗起了龌龊 不知道怎么搞的 公孙芳 只身远走 对方又放不过他 整个梁州的力量 几乎全部动员了起来 是要将其截下来 结果呢 苦道人痛饮了一口美酒 抹着嘴巴说 嘿 血流成河 一路杀出 但当化神道君 就陨落了数人 他却在大地胎衣的保护之下 从九州 一直杀到了海外 这样的强者 或可胜之 要想杀他 难之又难啊 苦道人摇了摇头 分明是不相信 他会陨落在海外 张帆文言略有所思 却是想起了 其他的事情 海外 公孙芳 莫非 渐渐地 张帆的眉宇之间 忽然浮现出了一抹 恍然之色 苦道人 因为时代 地位等等的关系 所知的 分明比煮酒消更多一些 综合起来判断 大地胎衣的下落 几乎是照然若揭了 你在想什么呀 苦老放下了酒壶 似笑非笑地说道 跟您老想的一样啊 张帆的脸上 却只剩下了苦笑 有点懊悔之意 这个时候 他已经大致知道了 大地胎衣的所在了 曾经 他还离此宝 很近 很近 不要想了 当年那一亿 老头子我早知道 里面有问题 却又没提醒你 你可知为什么吗 实力 实力不够对不对 张帆叹息了 这一生也就把此事放过了 毕竟当年实力不到 就是宝物放在面前 又能如何呢 从头到尾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点名 在说的是什么 一旁的西若 却也不问 只是在收拾好了之后 安静地坐在张帆的身边 好了 是你的 终究是你的 不是你的 想也没用啊 不提此事了 说说咱们下一步 想怎么办吧 苦道人摆了摆手 像赶苍蝇似的 大地胎一的事情 就这么放过去了 苦老 你灭过一宗门斧 张帆微微一笑 却是说出了一个 牛头不对马嘴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来说 就是摆手 你考虑的颜色 都不要去 颜色 不容认